蒙特利尔之行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 但是我想无论如何 我也要登顶蒙特利尔的制高点 也就是皇家山 去再次观赏一下那座非常非常知名 非常非常美丽的私人教堂 没想到我们和朋友约好了以后 大家走差了 整整用了两个小时 我们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今天是个阴天 否则的话 这山 这艺术品 这些雕塑 在阳光的辉映下 一定会更加的灿烂和壮丽 这座蒙特利尔皇家山山顶上 最著名的观光景点 但是它却是不收费的 这是少见的 不收费的 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座教堂不仅是皇家山上的制高点 同时 它还被誉为是加拿大人的灵魂高地 蒙特利尔市政府规定 未来的建筑 任何建筑都不可以超过这座教堂的高度 只有你了解了这座教堂背后的故事 你才会醍醐灌顶 感慨万千 这座教堂是一个叫安德鲁的传教士创建的 这座教堂在兴建的过程中 屡次因为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工 当大家劝安德鲁传教士放弃的时候 他说这是上帝的事业 就这样在几代人的努力下 这座教堂终于完工 并且屹立在整个蒙特利尔市区的最高点 安德鲁传教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灵纯洁无邪 立下了遗嘱 希望自己死后 把自己的心脏展示给公众去鉴赏 在这个教堂的第四层里 就安放着安德鲁传教士的心脏 出门的那一刹那 我简直惊呆了 太阳居然出来了 真的是天恩浩荡 如我们所愿 这个镜头太美了 我想再回顾一次 现在继续刚才的故事 2010年安德鲁教士被梵蒂冈正式追封为圣徒 出门的故事 出门以后 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门口 默默地望着远方 山上的风很大 现场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 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感恩之情 这景象让大家都欢呼起来了 其实我不是教徒 也许对宗教还缺乏更深刻的理解 但是我想起了马克图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善良真诚的人 他是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幸福的 当你站在这壮丽的苍穹之下 默默地静默片刻 你也会感到那种肃穆和庄严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生命 但是却有永恒的精神 看到有游客 居然掉下了眼泪 那一刻 所有人的内心 都得到了升华 教堂前有一组雕塑 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故事 非常动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